美国被连插两刀,美元的桑中又敲响。 今天呢,咱们讲两个事儿,大家听我息息道来。 第一件事儿呢,就是,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, 包括多人发现,好像这次战争损失的最大的不是俄罗斯, 好像也不是乌克兰,好像是欧洲自己。 因为欧洲的天然气价格飞涨,电价飞涨, 欧洲的大量的公元化外流,去公元化浪潮已经形成。 实体经济流向了全世界很多国家,包括我们中国。 虚拟经济流向了美国,实体经济也有一部分流向了美国。 那么欧洲要这么玩下去,那自己活活就得玩死。 那不只是去公元化的事儿,今年过冬能不能过去, 以后冬天怎么过的事儿,这都是一件大事。 那么欧洲现在终于有人看清楚这个问题了。 其实说实话,由于政治原因, 欧盟所秉持的政治正确, 所以他们一直照着美国话的道往前走, 但是现在他们也发现了不对,问题有点大了。 就是工业也没了,钱也没了。 买你美国天然气,你美国一艘LNG船, 含泪赚过1.5亿美金, 你简直跟抢劫有什么区别? 那么欧洲现在就是提出什么呢? 说美国你啊,你不许这样, 你虽然是在帮我,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你在撸我的羊毛。 那么法国总统, 德国副总理, 法国财政部长, 欧盟委员会的外交部长, 全部出来说话。 美国,你现在这么做,不行了, 你得改改,你不能坑我, 你不能坑我。 欧洲现在还只是在经济方面说, 你不要坑我。 其实在政治方面, 欧洲也是在被坑的, 但是欧洲现在应该发现问题了。 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? 就是不要再去给俄罗斯能源限价了, 俄罗斯现在不怎么卖你能源了, 而且俄罗斯也不打算卖给你了, 不要去谈那些什么给俄罗斯能源限价, 欧盟你现在的研究研究, 给美国能源限价。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, 欧盟肯定会讨论一下子, 给美国能源限价的事。 其次, 欧盟要讨论一下子, 自己的生存。 这些政客为什么现在出来说话呢? 因为他们欧洲到处都在示威游行, 反过十万人上街, 示威游行。 如果你们还这么干的话, 老百姓水深火热, 那就得造反了, 你的政府就给你推翻了。 那简直就是第二次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。 终于明白了, 最倒霉的是你们, 俄乌战争的牺牲品是欧洲。 俄罗斯虽然受到一定限制, 但是俄罗斯不打之前, 也是被那么限制的, 也没好哪去。 所以俄罗斯现在抢了四个州的土地, 稳定克里米亚的这块土地, 俄罗斯还是有的赚的, 虽然经济有点下降, 但是我抢了地回来, 最起码俄罗斯老百姓能够说得过去, 政府能交代得过去, 对吧, 但是俄罗斯人家一不缺量, 二不缺能源, 人家就是经济发展慢一点, 但吃喝不愁, 但你欧洲会怎么样呢? 欧洲就自己想想自己的, 那么欧洲必须要给美国查一刀了, 这是给美国查的第一刀。 第二刀, 这刀谁查的呢? 是沙特干, 确切的说是欧佩克加, 欧佩克的本来主要是中东的这些产业国, 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这些产业国, 包括北非的, 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, 然后呢, 后来呢, 又有欧佩克加, 欧佩克加主要以谁呢? 以俄罗斯为首, 以俄罗斯为首, 那么美国呢, 现在天天超人通胀通胀通胀, 要降通胀, 美国那个CPI的指数里边最核心的是能源, 就是对美国人老师, 汽柴油这种价值, 汽柴油直接影响了什么? 是石油价值, 那么美国想降通胀, 它最主要的, 降CPI数据, 最主要的就要降能源价值, 所以呢, 拜登一直要求沙特, 欧佩克这些组织, 增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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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把这个价值给我打下来, 打下来, 打下来, 然后7月份他去访问了一下, 沙特也挺给便宜, 说这样吧, 我们欧佩克组织增产, 10万桶了一天, 10万桶是什么概念? 就相当于, 他们产能的3%, 哎呀, 这个就有点这啥了, 这个其实说实话, 这个还有点难度的操作, 那么最近呢, 沙特说啥呢, 10月5号, 卧佩克说啥呢, 说我们不增产, 我们减产, 日减产200万桶, 直接给美国就弃炸了, 你跟我对着岸, 你疯了是不是, 你想造反是不是, 美国那些基金的议员都出了, 从沙特给我撤决, 不再提供, 对沙特不再提供庇护, 那个, 沙特买的那个武器, 不给他了, 钱收了, 东西不给了, 直接美国就疯了, 那么沙特, 现在呢, 相当于在美国人眼里, 站在俄罗斯那边, 但是说实话, 沙特和俄罗斯, 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, 不能像欧洲那样, 为了你美国的利益, 我们按你的说法去做, 那是不可能的, 欧洲冲突起初, 国际油价冲到120美金一头, 后来跌到80美金左右, 这一项跌的很多, 所以这欧佩克呢, 就想靠减产, 来提高油价, 现在效果也不错, 从80已经涨到93了, 那么效果达到了, 但是美国受不了, 所以这就是沙特对美国捅出的一刀, 其实美国是自己作死, 最后再送大家几句话, 美国是自己作死, 他不断的加息的过程中, 还有他的美国国债的问题, 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在作死, 美国加息就为吸血全世界,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, 根本就不能解决他的通胀问题, 通胀其实是美国搞的全球大割裂, 全球各种禁运, 各种限制导致的通胀, 举个简单的例子, 大家比如要生产一个手机, 比如说500个零件, 他说不给你这个零件, 他说不给你那个零件, 你这手机就组装不起来, 那么你要想拿到这些零件, 你就要找一些便宜的, 或者说性能差一点的, 你就到处去找, 甚至没办法, 你自己要整一个工厂自己生产, 最后就导致你的成本上升, 全球的这个物价通胀, 是美国这么搞出来的,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大印钱, 美国印钱, 疯狂印钱这些事, 搞出了这些全球的通胀, 那么美国其实是自己在作死, 这些国家在自救的时候, 包括欧洲, 包括日本韩国, 最后要在自救的时候, 有可能就把美国反噬了,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受到的影响, 稍微小一下, 因为并不那么依赖美元,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不只是被插刀的事, 他有可能是自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,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, 等到美国倒的那一天, 所以我icio